你们这 抢这么多破布条干嘛呀 我也不知道了 跟着玉珠就去了 以为抢什么好东西呢 一堆破布条 这俩人搞什么命啊 那边那条路都涨水 给淹掉了 没有了那条路 已经过不去了 咱们那个 这还有字呢 我们那个拿去了 这 这个 我跟你讲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后来这个地方你来过吗 啊 你怎么 我们这么多年没见了 你怎么一句话都不跟我讲呢 还在生我气呢 我跟你讲你这样不好的 小心眼 该过去得过去 做人要搭度一点 你听见没有呢 好 干嘛呀 你擦擦干嘛呢 你发什么神 我 干嘛 我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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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头顶什么样啊 你怎么怕烂耳朵啊 哎 我还头顶 我没有 那快帮忙弄弄东西 啊 拖拉机啊 拉哪儿去啦 我才去谢你半天功夫 他是坏了 还被谁偷去了 抢去了 不是 我看这大光他们几个开着拖拉机出村了 我以为是设公社要用的我就没 没拦着 哎我说叔子 你别嫁祸我儿子啊 没准他们去给队里孕肥了呢 赶紧找去 哎 你养的好儿子 看我从县里学习班回来他们收拾他 哎 哎哎哎 静手哥 你看啊 这个在不久的将来咱们就是亲家了 这个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吗 啊 谁跟那是亲家的 哎 怎么不是 你个巧哭跟大光不是 啊 快给我找去 哎 跟我说说啊 你抢这东西要做什么呢 要你管 我是为你好的 哎呀 你进了那么大量 两车 你掌握不好你砸手里怎么办呢 我要替你把把关 我要替你掌场多的 哎 讲讲 那你先说说 你抢他要做什么 要你管啊 那是我的秘密呢 那就都别管呗 你先问他 哎呀 哎呀 可能我也不好奇的 不讲就不讲吧 哎 反正货是我的 我发现这么几年没见你 现在翅膀硬了是吧 好歹我是你哥的啊 我没哥 啊 只有货 好好好 算了 算了 这样 还像小时候那样 我们把想的东西 写到上面去 一起拿开看 你敢不敢 现在我先走 你那是我们把操得 你不要打开了 我来点你 你不敢得带他 我来知道 我来点你 你不敢 我应该怎么跟你讲这个事情呢 你这样啊 我给你算一下这个成本 说一只拖把 对吧 你刨出成本 刨出人工的话 其实呢也就是一毛钱左右的这个利润 那肯定要把你赶紧 把量做上去嘛 你看 就你们这么几个人 对吧 你怎么做量呢 猴年马月才能做上去呢 你给到我们肯定不一样的 我们陈家村一整个村子 我们全在做这个事情 很快量就出来了 而且我提前跟王产长说的这个事情 怎么样 我们来做 好不好 都给你 好嘛 我们和西北方 你那么会卖东西 你卖别的不就完了吗 这样 你是不是把这两车货拿下来之后 也没什么钱了 我们合作好不好 你们会卖东西 那你就发挥这个会卖的特长 我们会做东西 我们来做 你们来卖 两车货 我拿一半货 我掏这个钱 这样的话出了利润 我们六四分两家 你承担一半成本 对 你做 好 我卖 可以 五五分 五分我做不了这个东西 赶紧 没得商量 他俩也不像很熟的样啊